人類生蛇的記錄,人為什麼會生蛇,什麼情況下會生蛇? 全民生蛇十分痛楚,有幾痛楚?如何防止生蛇?有多大率可成功避免生蛇? 生蛇在醫學上稱為大臟炮診 是由水斗大臟炮診病毒VCV人氣的 這種病毒在患過水斗的人體內潛伏,當免疫系統低下時,病毒可能再次活化並導致大臟炮診 大臟炮診的紀律 紀律,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會患上大臟炮診,隨著年齡的增長,風險會增加。 在60歲及以上的人群中,大臟炮診的風險更高,為什麼會生蛇? 病毒潛伏,水斗泉後VCV會潛伏在體內的神經根中,免疫系統低下,當免疫系統被削弱時,如年齡增長,壓力大,患有慢性病,使用免疫抑制劑,病毒可能再次活化,導致大臟炮診,在什麼情況下會生蛇? 年齡,60歲以上的人風險更高,免疫系統受益,如癌症治療,器官移植後的免疫抑制治療,艾滋病等,壓力和疲勒,過度的壓力和疲勒可能會削弱免疫系統,其他健康狀況,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大臟炮診的痛楚。 疼痛程度,大臟炮診的疼痛通常被描述為劇烈的著痛,類似於火著或刺痛。疼痛程度因人而異,部分患者的痛楚可持續數甚至數月。 疼痛程度因人而異,即使疲疹消退後,疼痛稱為大臟炮診後神經痛。 疼痛通通常原著受影響的神經分佈。 疼痛,常見於胸部、腹部、臉部等,如何預防大臟炮診。 疫苗接種,接種大臟炮診疫苗是預防的最有效方法。 目前有兩種疫苗可用。 減毒活疫苗,對60歲及以上人群有效。 重組疫苗,對50歲及以上人群有效,效果更佳。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均衡飲食。 適當運動和減少活力,有助於維持免疫系統健康。 避免與水痘患者接觸。 特別是免疫系統較弱的人群。 應避免與正在發病的水痘或大臟炮診患者接觸。 預防效果。 疫苗的效果。 Shinvix 疫苗的有效性在50歲及以上人群中約為90%。 可以顯著降低大臟炮診和大臟炮診後神經痛的風險。 Shinvix 的有效性少低,但也能顯著減少發病風險。 綜合措施。 配合健康生活習慣和定期接種疫苗,可以大幅降低大臟炮診的風險。 總之,大臟炮診的預防和管理至關重要。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助於減少發病風險。 如果你有更多問題或擔憂,建議諮詢醫生。 生蛇會致命嗎? 大臟炮診生蛇本身通常不致命,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引發嚴重的發症。 這些發症可能會對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甚至致命。 潛在的嚴重發症。 大臟炮診後神經痛。 PHN 最常見的發症是指皮疹消退後持續的疼痛。 可能持續掃穴甚至塑煉。 雖然不致命,但可嚴重影響生活質量。 眼大臟炮診Hepis zoster ophthalmicus。 發生在眼睛周圍,可能導致眼睛感染。 視力損失或其他嚴重的眼部問題。 嚴重的眼部感染可能影響視力和生活質量。 神經是統發症。 腦膜炎,感染可能擴散到腦和直水,導致病毒性腦膜炎。 腦炎,導致腦部炎症,可能危及生命。 內臟大臟炮診。 當大臟炮診影響內臟器官時, 可能導致肺炎、關炎或長度問題。 這些情況可能是嚴重的, 尤其是對免疫系統受抑制的患者,皮膚感染。 大臟炮診的水炮破裂後,可能會引發細菌性感染。 嚴重的感染可能需要醫療干預,高風險人群。 免疫系統受抑制的患者。 如接受化療,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患有癌之病等。 這些患者更容易發生嚴重發症。 老年人,老年人的免疫系統較弱更容易發生大臟炮診和發症。 有慢性疾病的人,如糖尿病、心臟病等慢性疾病患者, 如何降低風險。 疫苗接種。 接種大臟炮診疫苗如Shinvix, 可以顯著降低大臟炮診及其發症的風險。 早期治療,發現大臟炮診症狀後及時就醫。 抗病毒藥物如Asyclovia, Ciclovia伐式諾惟、Malacyclovia和飯式諾惟、Famsyclovia等 可以減少病情和發症的風險。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增強免疫力,如均衡飲食、適當運動。 充分休息和減少活力。 總結。 大臟炮診本身通常不致命,但其發症可能非常嚴重。 尤其是在高風險人群中。 接種疫苗,及時治療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預防和減少發症風險的關鍵。 如果你有健康狀況或擔心大狀泡診的風險,建議與醫生討論適當的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案。 生蛇會致命嗎?生蛇最佳治療時間。 大狀泡診生蛇本身通常不致命,但如果不及時治療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可能會引發嚴重的發症。 這些發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威脅生命、致命風險的情況,免疫系統受抑制的患者。 如癌症患者、器官移植接受者、艾滋病患者等。 這些人群感染大狀泡診後,可能會有更嚴重的症狀和發症。 如肺炎、肝炎或腦炎。 老年人,老年人更容易出現發症如大狀泡診後神經痛、眼大狀泡診或細菌感染等。 這些發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影響生活質量,甚至致命神經系統發症。 嚴重的神經系統感染,如腦莫嚴或腦炎,雖然罕見,但有潛在的致命風險。 大狀泡診的最佳治療時間,早期治療至關重要。 大狀泡診症狀出現的前72小時內,試治療的黃金期。 及早開始抗病毒治療,可以縮短病情,減少疼痛,降低發症風險。 抗病毒藥物,常用的抗病毒藥物,包括阿色諾維, 歐онь吃腦鴎為大精革 våra麻糞。 這些藥物能有效益制病毒複製,減少症狀嚴重程度 和持續時間。 止痛藥物。 在抗病毒治療的同時,醫生可能會開序止痛藥物來控制疼痛。 于非体抗炎药物NASIS或麻醉性止痛药 皮肤护理 对于水泡和皮肤损伤的处理 保持清洁和乾燥 并使用抗菌药膏预防感染 预防措施 疫苗接种 大壮泡疹疫苗如Shinwix 对50岁及以上人群 效果显著 可预防大壮泡疹及其发症 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均衡饮食 适当运动 充足睡眠和减小滑力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降低感染风险 避免接触病毒 避免雨水痘或大壮泡疹患者密切接触 特别是对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 总结 大壮泡疹本身通常不致命 但在某些高风险人群中 可能引发严重发症 早期治疗 发病后72小时内 是减少症状严重程度和发症风险的关键 接种疫苗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大壮泡疹的有效方法 如果你怀疑自己感染了大壮泡疹 应立即就医 已获得最佳治疗 曾经生蛇 有免疫能力吗? 曾经患过大壮泡疹生蛇 并不会提供永久的免疫力 虽然大多数人一生中 只会患一次大壮泡疹 但在某些情况下 大壮泡疹可能会复发 这种情况在免疫系统较 或受压益的人群中更常见 大壮泡疹的免疫力和复发 免疫力状况 曾经感染过大壮泡疹的人体内 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反应 但这并不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感染 免疫系统的强弱是影响复发风险的主要因素 复发风险 复发的风险在免疫系统受到压力 恶削弱的情况下增加 例如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人 以及处于极度压力中的人群 更容易复发 预防大壮泡疹复发 疫苗接种 接种大壮泡疹疫苗 如Shinvix是预防复发的有效方法 即使曾经患过大壮泡疹 接种疫苗仍能显著降低再次发病的风险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增强免疫系统 包括均衡饮食 规律运动 充足睡眠和压力管理 定期体检和医疗监控 特别是对于免疫系统受抑制 或有其他健康问题的人 定期体检和医疗监控 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 总结 虽然曾经患过大壮泡疹 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反应 但并不保证不会复发 接种疫苗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降低复发风险的有效方法 如果你对疫苗接种或复发风险 有任何疑问 建议咨询医生已获得专业建议 好了 这条片到此为止 下星期再见 感谢你观看此影片 如喜欢此影片 请免费订阅 点赞 留言及传阅 谢谢你